屯門警署新一代報案室進行了一系列的優化 當中包括增設了無障礙電梯 電子輪候系統 令到輪候報案更加井然有序 也構設了有間隔的報案櫃位 有隔音設施的獨立會面室 以及專門為異受傷害人士而設的特別接見室 只能提供一個更加舒適和更有私隱的報案室 給市民使用 屯門警署新一代報案室 將會在2021年1月30日正式投入服務 新報案室的入口設立在杯道路 而入口在鎮環路的臨時報案室 將會同日關閉 最後提提大家 除了可以親身來報案之外 輕微的案件都可以在網上報案 電子燈 免你